又爆出了一个新闻 说有多家影院说 战狼二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说是答应的广告植入 并没有约定植入 如果法院判决成立 吴金那么要面临的是 10亿元以上的罚款 这一下就可以让吴金 回到解放前了 那么战狼三 也可能就没戏了 战狼二在内地破了 56亿的神话票房后 9月7号在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同时放映 但却遭到了滑铁卢 排天量和观影人数 是少之又少 更别说口碑 香港是战狼二的最后一战 当大家以为战狼二 可以像大陆一样大卖 没想到却遭到了冷场 战狼二在香港的 首日票房为27万 还远不及在香港 与之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按理说香港作为 战狼二路演的最后一战 香港市民应该是尽力支持 为了这部口碑和票房 双收的国产电影 继续鼓气加油 但是实际情况 却让人大跌眼镜 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战狼二 在香港票房的惨淡呢 原来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影史票房总榜 前十位全都是美国大片 而且全都是科幻电影 更别说是大陆制造了 再细数了香港影史 前二十票房榜 也才勉强可以找到 五部电影 四部香港本土制造